自从NVDA宣布将与供应商一起调价之后 想必不少的玩家又在期待显卡的新一轮降价了 但在此期间 AMD的锐龙7000处理器也已正式登场 而与支配套的厂商也是有不少的新品得以亮相 这其中就包括了全新的主板 固态硬盘以及显示器等等 那么接下来就请跟着G强来看看 本周又有哪些新产品 是大家买不起但看得起的呢 首先是主板方面 为应对AMD的锐龙7000处理器 目前华售又推出了三款全新的X670E出版 分别是ROG Crosshair X670E Hero ROG Strix X670E E-Gaming Wi-Fi 和TUF Gaming X670E Plus Wi-Fi 他们群世支持了DDR5内存PCI5.0协议 以及最新的Q-Design技术 其中X670E Hero还附赠了PCI5.0MR扩展卡 最多板载了五个MR插槽 而ROG Strix X670E和TUF Gaming X670E 新公布了MEG X670E ACE MPG X670E Carbon Wi-Fi和RO X670E P Wi-Fi三款产品 预计后续还会放出更多 所以想要首发用上锐龙7000系处理器的玩家们 这些主板均是可以期待一下的 接着是内存方面 目前芝奇正式宣布推出旗下全线的高性能DDR5内存 TRIDENT Z5 NEO 燕风机和FLARE X5 烈焰枪 其中TRIDENT Z5 NEO 燕风机 拥有RGB和非RGB两种版本 并提供了5600MHz和6000MHz的32GB 64GB套装 前者时序最高为28-34-34-89 后者时序最高为30-38-38-96 除此之外 美商海盗船也是推出了旗下全线的DDR5内存 伯金统治者RGB和复仇者RGB 共计提供了5600MHz和6000MHz的32GB 64GB套装 其中前者时序最高为36-36-36-76 后者时序最高为30-36-36-76 与芝奇一样 两者均是支持了AMD最新的EXPO技术 以此来获得强悍的内存超频性能 然而这价格嘛 预计上市之初并不会很便宜 所以大家可以先观望观望 然后是存储方面 目前三星电子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的PCIe 4.0固态990 Pro 其搭载了三星最新的自研主控芯片 以及V-NAND闪存技术 拥有7450Mps的读取速度和6900Mps的写入速度 同时随机读取达到了1400K LPS 随机写入达到了1550K LPS 而相比上一代产品980 Pro 990 Pro能效提高了50% 随机读写性能提高了55% 并提供了1TB 2TB和4TB三个版本 其中1TB版本建议零售价为179美元 约合人民币1233元 2TB版本建议零售价为309美元 约合人民币2130元 二者都将于10月上市 至于4TB版本则会在明年推出 另外一边美商海盗船也正式预告了 旗下全新的PCIe 5.0固态MP700 据悉这款固态将提供高达100Mps的顺序读取 和9500Mps的顺序写入 但其的详细参数目前并未公布 所以对此感谢起来的玩家只能再等等了 散热器方面 多年未更新的EKW一开火力 终于近日发布了旗下全新的水冷头 EK Quantum Velocity i Square 相比上一代产品 本作主要是更新了设计风格和用料 并升级至了更好的导入效率 而水冷头的内部也集成了17个可寻止的RGB灯珠 以此来获得神光同步 目前EK Quantum Velocity i Square的水冷头 共计提供了5个版本 每个版本的具体信息和售价 也已经罗列在了屏幕上方 大家暂停查看即可 最后则是外设方面 目前雷蛇正式推出了全新的 巴塞利斯蛇V3专业鼠标 其依旧是采用了右手人体工程师的设计 配备有10加1个可编程按键 并搭载了Rezer Focus Pro 30K DPI光学传感器 以及第三代Rezer光学鼠标微动 有着最高9000万次点击寿命 并支持了原生无线4000Hz轮循率 整体重量为112克 而特别之处在于 其采用了新一代的无线充电模块 通过可磁吸的方式实现无线充电 并且也还兼容了其他QR充电方式 目前巴塞利斯蛇V3专业版 售价为1199元 无线充电套装为1699元 逻辑方面也是推出了 全新的G502X系列游戏鼠标 共计包含了G502X G502X Light Speed 和G502X Plus三款 其中G502X为有线版本 重量从121克减轻至了89克 G502X Light Speed为无线版本 重量从114克减轻至了99.7克 而G502X Plus则是无线基础上增加了13个自立印按键 以及8个RGB灯区 同时它们的外观均是进行了重新设计 提供了黑白两种配色 并搭载了Hero 25K传感器 以及采用了全新的Light First混合光学机械开关 而根据逻辑表示 G502X的响应速度相比上一代产品提高了68% 同时无线版本还可通过USB-C充电 并且也建议了逻辑的PowerPlay无线充电点 但目前逻辑并未公开G502X系列的售价和上市时间 所以想要购买的玩家不妨关注一下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产品资讯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哪一款产品比较符合你的胃口呢 欢迎在评论区或单位上讨论一波哦 而你的一键三菱也是我们更新视频的趋势动力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硬件相关的消息和科普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G强 我们下期再见